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刘伯成 徐向前 李达等员 八路军1290的领导人 成为除北京的八宝山之外 集中安葬共和国将帅最多的地方 那么 八路军1290和河北设县有着怎样的关系 而刘伯成 徐向前等人去世后 为什么选择安葬在将军岭呢 一切还得从八路军1290浴血太行山 讲起 1937年7月7日 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卢沟桥事件为借口 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妄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自此 全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面对外敌入侵 第二天 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 号召全国人民停止内战 移制抗日 抗战爆发后 国共两党经过多次谈判后 1937年9月23号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 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合作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蒋介石路山谈话之前 1937年的8月25日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八路军的下辖三个师 115师 120师和129师 9月6日 129师在陕西的三原石销镇 召开了事实大会 全体红军战士 戴上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 八路军东渡黄河 开赴抗日前衔 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 设县位于中国河北省 是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接处 这里崩栏重叠 必是闲耀 一守难攻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此八路军1290东渡黄河后 于1937年底派出先前队 进驻设县开辟工作 1940年6月 1290司令部进驻设县 1941年9月1日 禁忌鲁豫边区政府 在设县进家会成立 1942年2月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政治的需要 边区政府被牵制 进河北省设县的谭音村 1290在刘伯成 邓小平的率领下 开始建立禁忌鲁豫抗日根据地 从这时起 1290便与设县 结下了固解之缘 设县也称为 禁忌鲁豫边区的首辅县 是1290后方兵战 前方指挥中枢 八路军1290进驻设县后 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 击退了敌人数百次 倾脚和扫荡 这其中 有一场战役打得最艰苦 也最为激烈 就是1940年8月20日 打响的尸脑山战斗 那么战斗是如何爆发的 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自1939年中以来 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 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 并企图割断太行 禁卡记等战略区的联系 推行所谓以铁路为助 公路为链 碉堡为锁的囚龙政策 针对日军的囚龙政策 八路军总部决定 对华北日军主要交通线 正派铁路 也就是石家装置太原的铁路 发动一次破袭弹 对日军的囚龙政策进行环击 正派铁路呢 它横断太行山脉 是日军当时在华北 重要的交通运输线之一 八路军的进攻呢 于1940年8月20日 首先呢 从正派铁路发起 因此开始呢 称之为正派铁路战役 据战后统计 八路军的参战部队 达105个团 所以又叫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半月 1290共出动了38个团 打了529次战斗 而在山西洋泉的 施脑山战斗 是1290在百团大战中 打的最激烈的战斗之一 山西洋泉 位于正派铁路中断 抗战时期 是华北日军的重要据点 而施脑山 是洋泉西南的制高点 八路军若控制了 洋泉施脑山 不仅能控制 正派铁路的咽喉 还可以保障洋泉以西 八路军破击部队的安全 因此 八路军1290根据总部的命令 必须夺下施脑山 1940年8月20日晚8点 百团大战正式打响 当晚 八路军1290385旅 769团和14团 在旅长陈希莲的指挥下 以破竹之势 登上了施脑山 并连夜抢住了简易攻势 1290占领施脑山后 驻杨泉日军为了夺回施脑山 主峰仓皇调集人马 动员全部兵力 甚至武装杨泉的全部日桥 在飞机的配合下 疯狂的向施脑山扑来 那么 面对几倍于自己的日军的疯狂进攻 1290能否守住施脑山呢 施脑山战斗打响时 正感生疑际 那时候秋雨连年 八路军1290的战士们 身上单薄的衣衫已经湿透 他们握在冰凉的战壕里 面对几位于几个日军的疯狂进攻 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浴血杀敌 为了夺回施脑山 惨无人道的日军 甚至使用了毒气弹 即便如此 八路军1290的战士们 仍旧没有一个退缩 他们誓死守住施脑山 在施脑山战役当中 战斗非常的惨烈 八路军的阵地毁了 战士们就以弹坑做掩体 机箱手牺牲了 宋弹手接上去 继续战斗 阵地呢 虽然几义起手 但始终掌握在八路军的手中 1940年8月26日 在经历了七个昼夜的血战之后 日军以死伤三百多人的代价 狼狈撤退 八路军1290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安全撤离施脑山 百层大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一次重要的战役 同时呢 也是正面战场的一个重要的总成部分 施脑山战役呢 在百层大战的第一阶段当中 起了很大的作用 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高度的评价 彭德怀表扬施脑山战役的将士 他说 首位施脑山战役的将士 英勇无畏 这条普通石器的小坡路 位于河北省设县的赤岸村 在1290司令部旧址门前 像这样的石器小坡路共有五条 它们合称为五家坡 据专家介绍 当年八路军1290为保密起建 在收发电报和信件网来时 就曾用五家坡代指1290 踏上这条小坡 就来到了八路军1290司令部旧址 当年刘伯长邓小平就是在这里运筹帷幄 指挥了大小战役战斗三万一千多次 如今这五条普通的石器小坡已经被岁月磨砺的非常光滑 美派光节的石面上曾经留下过无数英雄先辈的足迹 五家坡见证了一支九千多人的队伍 发展为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的成长历史 八路军1290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中间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 他们共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 解放县城109座 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1290经过长期的发展 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 禁忌武律野战军的技术 从1940年八路军1290司令部进度射线 到1945年底离开射线 1290在射线战斗了近六年 刘伯承生前曾说过 四川开县是我的第一故乡 河北射线是我的第二故乡 射线人民养育了1290也养育了我 新冬过城里以后 刘伯承邓小平等人 并没有忘记这片他们曾经生活战斗过的红色热土 刘伯承曾表示 若有一天自己去世了 一定要将自己葬在射线 这块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986年10月7日 刘伯承元帅逝世 遵照他的遗愿 10月27日 刘伯承元帅的部分骨灰 被安葬在乡军岭 第一个129级台阶处 并建造了纪念亭 刘伯承元帅纪念亭 这八个字是邓小平在1990年提写的 刘伯承元帅纪念亭中央是一村高2.5米的花岗岩雕像 雕像左侧是徐向前元帅在1987年6月提写的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承元帅 指部分骨灰安葬于此 后面是他被刘伯承元帅写的一首七律诗 从1986年以后 黄镇、徐向前、李达等17位129师将领的骨灰 陆续安葬在将军岭 这其中徐向前元帅于1990年9月21日去世后 遵照他的遗愿 他的部分骨灰于11月9日 由直升机撒放在将军岭上 徐向前元帅也是唯一一个将骨灰撒放在将军岭上的元帅 所以今天在将军岭 我们只能看到一座徐向前元帅的雕像 而看不到他的墓 这座徐向前元帅的雕像 每于将军岭第二个129级台接触 徐向前元帅全身战相 立于平台中央 手持望远镜 遥望派行群峰 像是在指挥千军万马 继续守会着射险这片1290曾经战斗过的热子 八路军1290进驻太行 创建了禁忌鲁抗日根据地 1290的战士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的这段历史 已经凝聚成一种艰苦奋斗 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保档案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